习近平 李强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出席会议 应出席代表2956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赵乐际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使命任务 主动适应发展大事和时代要求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守人大工作的大方向 大原则 大道理 稳中求进 推动人大工作 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在报告中指出 弘扬宪法精神 履行宪法使命 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 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 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 两次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并决定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二是抓住提高立法质量 这个关键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更加科学完备 统一权威 一年来 共审议法律案34件 包括制定法律6件 修改法律8件 做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7件 共听取审议一府两院22个报告 检查5件法律实施情况 组织开展两次专题询问 7项专题调研 做出两项决议 依法依规办理群众来信来法 157212件次 4是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 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 以设立代表工作委员会为契机 以加强常委会同代表联系 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为抓手 6是按照四个机关的定位和要求 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在报告中赵乐际指出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 将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在报告中赵乐际指出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赵乐际最后说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团结奋斗 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 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 锻造新时代检查铁军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奋力开创人民检查事业新局面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李鸿忠主持 大会执行主席于伟国 王宁 王小辉 巴音朝鲁 冯飞 刘毅良 孙少诚 宁岳峰 黄立新 黄楚平 景俊海 洛树刚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